已經夠時間 我們 議程第一日通過逐字紀錄本的紀錄是2012年10月12日舉行的內務會議 特別會議逐字紀錄本 CBQE123-12-13文件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2012年10月26日舉行第四次的會議紀錄 CBQE124-12-13 大家有什麼意見?可不可以通過? 多謝各位同事 逐議事項 我和副主席 上月見面表達了議員對政府當局處理掌野生活津貼的財務建議的手法 有不同意見也反應了給他 本來就是9號就加開那個特別來會的 但是因為我們下個星期就讓路比財委會 我們現在就建議在11月23日舉行個特別來務會議 所以司長會下來講那個扶貧政策和人口 長遠人口政策的事 大家有沒有意見? 是的 劉慧卿議員 主席 新聞看到司長今天又發言 他就說感覺到很焦慮 是覺得社會可能包括立法會 不信任行政機關 所以很多事情都很難搞 主席我希望你跟司長講 他二十幾號來我們都會跟他說 問題是大家要互相尊重 你要大家有事你要諮詢我們 主席 我希望司長和他整個行政機關要明白這一點才行 有些事如果大家有商有糧 談過你接納了我們的意見 當你交來立法會的建議是吸納了一個社會上的共識 又怎會搞到這麼吵呢? 但是如果你拿這些東西出來 完全都不問我們 那我們有意見你又不肯改 那人家在表達意見你又說焦慮又說成 我希望主席如果你有機會再解釋給司長聽 你剛才提這個三果金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因為你拿出來之前又沒有諮詢 之後又不夠時間才搞到這樣 那我都不明白司長知不知道這些情況 主席 就是你有些東西拿來聽過意見修改了 有共識 來到立法會怎麼會去出現問題呢? 所以我希望主席你老人家要跟司長說 不要到處去到大學到處說 我好焦慮啊 現在大家又不支持政府啊 就是你不要說一半不說一半 好啊 我會下星期見司長會反應的 湯家瑪議員 其實我想回應劉議員說 其實星期一我見到司長都表達了我們的 就是對他的失望和不滿的 也都希望他是尊重我們的議會文化 以及這個程序公義 所以司長是知道的 不是不知道的 不過他今天繼續說 我相信下個禮拜 我們可能都 也都好像上個禮拜 都表達不同意見 好啊 同事有什麼意見 如果沒有的就 那我們又同意當局是11月23號 司長來我們的內會那裡 下一個就是根據法律執業者條例 第73條和第73A訂立的 2012年10月12日刊登憲部的五行修訂 上一次就有同事就要求成立小管 但是這個小組只有兩位人士 那我就想大家看看意見 有沒有人積極加入 因為我們其實需要消費者權益的人士加入 不單止是法律界的 湯家維議員 主席你講得對 其實我想補充就是 其實消費者各方面的利益都是非常之重要 因為我們其中一些條文是要怎樣處理消費者 那些錢的 所以就不是單單是 就是執業律師需要關注 所以希望那些同事 是支持一下這個小組會議 回去觀問 主席沒有補充 郭榮鏗議員 主席同意 我們希望嘗試再成立這個小組委員會 本人願意加入 你已經是加入了 不過就不夠人 再加入 因為成立不到 陶芬申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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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主席如果真的不夠人 我加入 那你當你加入先 是 何秀蘭議員 主席我是會加入的 我樂意協助 有心做事的議員 能夠順利開展工作 好啊 那我們就會延展這個時期 再給同事去circulate 給同事參加 盧偉國議員 他會加入的 OK 好 好啊 那我們秘書處會盡快circulate 但是始終我們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都要申請延展這個期限的 同事有什麼其他問題 如果沒有 議程第三就是 立法會11月7號的處理其他事項 就 農務委員會有關研究附屬法例 和其他文書 12-13號報告 這一個就是 那個遊樂場那個西九那裡 我們會動議 這件事 等議員 就是有機會 發表他的意見 質詢就是 黃碧雲議員已經更換去原先的 口頭質詢 2月 下一個就是 2月 11月14號立法會處理的事項 就是 已經編排了20個質詢 6個口頭和14個書面的質詢 未有 搜讀及異讀 亦都未有政府的議案 議員 議案就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 黃毓民議員 對發展局及教育局掌頭不信任動議的議案 另外一個就是 陳婉嫻議員 就書解 貧窮的議案 如果 大家對上述兩個議案有修正 預告期限是 11月7日 即是星期三 再有六項修定期限 將於 11月14日 屆滿附屬法例的一覽表 已經在席上交給大家 如果議員 要就這些附屬法例發言 就要在11月6日 即是下個星期二 下午午時 正式 要通知秘書 同事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 就發案 委員會和小組的情況 文件 CBQ2125-12-13 已經分發了給各位 現在有九個 內會轄下的小組委員會 如果加上 如果加上 剛才還未成立 如果成立了十個 六個研究附屬法例的小組 一個研究政策事宜的小組 以及兩個研究其他立法會事宜的小組 如果沒有問題 下一個議程就是 黃毓民議員就會 這個資訊科技 這個委員會就說想設立一個專責小組 黃毓民議員 多謝主席 好嗎 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在2012年的10月26日 舉行這個特別會議 跟進有關香港數碼廣播有限公司 停止廣播服務的事宜 除了DBC兩名董事局成員 DBC的創辦人兼台長 以及DBC的行政總裁 爭取DBC服務行動委員會 以及政府當局的代表 都應邀出席這個會議 事務委員會 策釋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曾就DBC的營運情況 包括股東之間 就進一步投資方面的分歧 跟管理階層見面 也清楚說明 政府不適宜干預廣播公司的內部運作 亦不宜擔當商業調解員的角色 以調解私人公司股東之間的糾紛 考慮到2012年10月20日 在網上流傳據稱 是DBC會議的聲音紀錄 部分委員就認為 這個表面證據顯示 部分主要股東決定 不再向DBC作進一步投資 是中聯辦政治干預的結果 這些委員就不滿政府當局 就當這件事是DBC 至於要股東之間的糾紛而拒絕 作出評論 部分委員也都認為 公眾廣泛關注DBC 停止廣播服務一事 是因為言論自由受到威脅 DBC的員工固然失去工作 廣大聽眾也被剝奪了一個多一個傳媒機構 作為選擇的權利 他們認為立法會調查DBC 停止廣播服務的原因 是符合公眾利益的做法 但是也有部分委員認為 有關的政治干預傳言純屬揣測 因為DBC不但獲准 在2011年8月試播 而且在批評政府方面 也未從受到限制 這些委員也都關注到 立法會就有關DBC 停止廣播服務的事宜 展開調查會 對DBC主要股東之間的法律訴訟 是造成防害的 陳偉業議員在會上就立法會 委任專責委員會 調查有關DBC 停止廣播服務的事宜 動議一項議案 議案的操持 就已經在列在立法會 的相關文件的附錄 事務委員會就議案進行表決 結果 有九名委員贊成議案 八名委員反對議案 由於議案獲得通過 事務委員會就同意尋求 內會的支持 今天我這個報告就是這樣了 多謝主席 多謝王毓民議員 我講講給同事聽 其實是一個程序來的 若果內會是支持的 就內會會take over 這件事就會準備完所有文件 交給大會 我是對著咪咪的 咪咪未必對著我 那就 其實就只是說 是不是內會去幫忙處理這件事 如果內會說不做這件事 其實 黃毓民議員或者個別議員 都可以在大會去尋求 成立這個專責委員會 所以現在我們講一個程序 就不是說給不給去做這件事 所以就我請同事是講他的意見 每人兩分鐘 就是簡單講講的意見 你支持還是不支持 然後我們就會 看看需要不需要怎樣處理 單仲敬議員 主席我特別民主黨是支持 由內會take over 取代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向大會提交這個決議案 使得 立法會可以成立特權的調查委員會 去跟進這件事 主席其實就是 當 鄭經漢來到立法會 陳述意見的時候 是主要表達一個很重要的信息 這件事已經是超越了 局長所述的 股東爭拗的問題 當中是牽涉到中聯辦 有沒有政治打壓 數碼填台 主席我覺得這件事已經是 影響到香港的言論自由 但是 鄭經漢來到立法會的時候 是受制於法庭的約束 一個禁制令 不能夠容許他唱所俗言 他有些說話是想跟公眾說 但是無法說 我們應該有一個平台呢 可以使得 鄭經漢 和我們公眾關心的人士 都可以被邀請到來 使得他有個機會給他們解釋 例如 當中涉及到其中一個股東 黃楚彪 有沒有講過一些說話 中聯辦 不喜歡某某人 就做節目主持等等 主席這件事情是事關重大 我們覺得立法會應該要跟進 數碼廣播電台這件事情 有沒有中央的官員 在香港插手和干預香港的電子傳媒 或者其他的媒介 這件事情 是影響到香港的國際的聲譽 和言論的自由 民主黨呼籲各位同事 都是支持這個黃毓民代表 資訊科技廣角社會委會 提交這個決議案 馮檢基議員 主席我都是支持這個決議案 主要幾個理由 就是因為很清楚 就是我們都聽過 他們董事會開會 有關黃楚彪的問題 他很清楚是怎樣中聯辦出來的 就是我們覺得 在這麼清晰的資料之下 我覺得應該要搞清楚 究竟事件是什麼 是否中聯辦真的影響干預香港的傳媒工作 第二就是 那個情況跟其他私人公司做生意好像有點不同 因為如果你怎麼說呢 就是收入不行啊 不行啊 虧本啊 你收購了別人的股份 或者你把自己的股份賣給別人的 這個想法 第三就是 應該出牌 政府既然是出牌機構 他既然出了一個這樣的牌給DBC 我覺得他一定應該是看到 他究竟是真的 除了是表面上的 好像生意 暫洩的問題 還是他出牌的情況 條件 有沒有哪些地方 是不符合呢 就是符合之類 那你起碼都要關心 是不是不可以繞合雙手 因為聽說 那次我都有 我不是委員會成員 但我是不是Panel成員 但我是有旁聽 那你都是鄭堅漢叫到他 他才看一下他那件事 那我覺得應該是政府應該要出 主動一些出面看他的問題 第四點 就是我覺得是數碼電台 本身第一次要搞這麼久才搞得一個 另外原本有兩個公司都在想著 等著到現在都未出台 就是其實你看到那個電台的廣播 數碼化是一個是新的科技 應該要掃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可以推動 更加高清晰的言論自由的工具 所以我支持你 好啊 何秀蘭議員 謝謝主席 我在當日的資訊科技委員會上面 我是支持這個動議 今天工黨也都是會支持成立 專責調查委員會這個動議的 因為任何哪個股東 如果他認為中聯辦不喜歡 就去聘用或者不聘用 一個節目主持人的時候 這個一定不是商業決定 還有就算DBC自己的廣告客戶 想說影響該台的新聞部 或者是時事評論節目 這個都是不應該的 因為那個新聞言論自由 是應該獨立於政治和財政的影響 何況你中聯辦一定是政治機構 你哪個股東是給他那個喜好去影響 這個是非常之不妥的 但是呢 真相現在出不來 因為DBC台有兩位持股人 他們都是受到禁制令所限 就算當日在這個事務委員會那裡 就有人問他們那個錄音 是不是2011年5月的錄音 他們都不能回答 這些這麼簡單的資料都不能回答 所以就應該是用這個專責調查委員會的形式 是讓更加多的資料 是可以拿出來給公眾看到 我們工黨是會支持這個動議的 莫乃光議員 主席 我這幾天都一直收到過百個電郵 我想泛民的議員同事 都一直都是這幾天收到很多這些電郵 我就逐個去回答他們 就告訴他們我會支持這個成立特別委員會的做法 我們見到這麼多電郵 又見到這幾天一直都有市民在公民廣場那裡集會 或者是絕食等等 公眾的確是非常之關注這件事的 剛才也有同事說過 就是關於言論自由 可能涉及一些中央干預等等的問題 我不再重複 但是我也很關注到 政府今次處理的手法那裡 的確是非常之有問題 很多事情應該正常的情況 對方我們見到這些所謂爭拗也好 政府是因為大眾利益的前提 是會介入會處理的 但是現在就什麼都不做 聽說呢 昨天就連音樂都不能聽了 都不播了 那這些過百個電郵就很有趣地 我都跟這些網民去 這些發電郵的人去談 他們很多都是 只是發給泛民的同事 那我就說 你發給我們做什麼 應該發給建制派的同事 因為一會兒投票 實行就通過不了 那做這些P&P 做這些特權委員會的調查 那個目的 的確就是令一些人士 好像剛才說 他們是在正常的情況之下 可能因為很多的原因 法律上限制的原因 他不可以發言 但是就需要一個保護 在這個特權法的環境裏面 這個委員會裏可以說話 但是呢 往往呢 我都可以預先說 就是建制派的同事 就會說 這些你們不能說 就即是沒有道理 你們亂來的 那麼呢 他們就變了 啞子食黃年 那麼所以呢 反對的人呢 其實呢 那個理據呢 我可以預先說 就是本末倒置的 所以我在這裏呢 是支持成立這個委員會 那麼希望一會兒同事呢 都真是聽到市民他們的訴求 我們那麼多的email 收到的呢 我希望部分都留到建制派的議員那裏 希望你們都聽到他們的要求 他們希望香港還有這些發言的聲音的機會的訴求 毛雅光議員 你時間到了 毛孟靖議員 多謝主席 我是代表公民黨呢 是支持這個動議的 會有人認為呢 就這些仍然是私人公司內部的股東糾紛 政府就不應該介入 那以香港的資本主義的運作呢 就聽下去呢 是言之有物的 但是 今次大家看到 這個是非常常的商業運作 你不注資 但又不買賣喔 那麼大家一起拖 算是怎樣呢 已經拖了整個幾兩個月的了 而那個錄音帶的內容呢 相信我們建制派的同事呢 也都聽得很清楚 沒有人出來是正式否認說沒有這樣的事 那麼既然是存疑 是不是大家應該搞個清楚呢 當然 市面呢 就有個負面的說法 就說 DBC 他當初呢 就 拿個牌的過程呢 就 有些古怪 就甚至說 他是動機不良啊 有政治任務等等 幾乎的意思就是說 死有如辜這樣 但是各位 我們真是說到底呢 你剛才說的話 是沒有證據的 我們是不問動機 只計後果 現在最大的後果呢 是市民少了個選擇 我們少了一個發聲的招牌 我們少了一個廣播的平台 這個是很根本的 公眾利益的問題來的 那麼大班的鄭京漢呢 就上過來我們的IT panel 如果大家 不是我們委員之一的 你去聽一聽 你也知道的了 他是欲言又止的 各位 我們這個議會 是欠歷史一個交代 我們欠歷史一個紀錄 希望建制派的同事 會也都支持這個動議 多謝 梁國鴻議員 我這件事想起李旺陽 草草死了之後 說他自殺 他真是自殺的 現在王鎖標 說我終於要這件事死 那麼就 快點火化了他 讓他不能追 幸好這裡是香港 其實老實說 所有人對大班的懷疑 或者對我的懷疑 都對的 那你就問 因為你P&P 一人一把口 而已 是不是 你建制派或者 不是建制派都可以問的 譬如說 那間公司開頭的時候 是有政治目的的 那便問 可能大班被他問出來 原來開頭都有政治目的 是不是 所以其實最好的方法 就是問的了 沒有其他的方法 其實 阿彪哥都醒了 第一次 他豪租 豪宅給曾蔭權都避過一劫 是不是 那件事是特首 都避過一劫 他真是厲害 現在第二次他又是這樣做 真是遇滿 香港 遇滿省港澳 黃楚彪這位商人 做的事真是匪夷所思 不用解釋 有一句沒有一句 喂 玩到我們夠了 我們的特首被他玩殘 那現在又到這個 DBC被他玩殘 中聯辦有沒有叫黃楚彪這樣做 大家是不知道的 給黃楚彪 給我一個公道 黃楚彪 那就上來講 還有啊 很多有頭有面 曾經在 舊立法局打機的李國章 還有我們舊同事李國寶 全部有頭有面 給他上來講 怕什麼呢 太陽之下無威事 亦都無身事 是不是 我覺得如果你說 不被人講的 又說這件事是沒有事的 又說什麼的就沒有什麼意思的 這個議會已經玩完了 好啊 耀立素議員 主席 剛才黃毓民議員提到說 這個成立小組特權和權力調查 是經過這個資訊科技廣播事務委員會通過 九票對八票的 我是這個委員會成員之一來的 我想說一聲其實我是反對的 只不過那天到十點九 我去了隔離衛生事務委員會 是聽那個醫療美容 是的 我不是縮骨的 唉 真的 我亦都解釋一下主席 這些不是因為保不保皇的問題 主席你也記得 上屆立法會不是用了很多特權權力查的 無論雷曼還是梁子民事件 我是一貫是從來不支持的 因為我認為這個用特權權力 是立法會一個核武器來的 將立法會變成一個法庭這樣 有參加過雷曼調查同事都知道 是要用很多的資源 要很多的法律程序 查些東西查得很慢 你不要以為隨便可以傳召別人來 別人可以跟你打官司 拿資料傳召證人都可以爭很久 其實不是真的那麼容易查到東西 立法會也不是那麼容易 將議員變成福爾摩斯 所以我不贊成 隨便 因為一個商業糾紛 就去查這件事 至於DBC 我個人認為它根本 它的商業模式是有問題 因為它要市民才買一個特別的收音器材 譬如你說邀請很多人去接受訪問 我來到很多人受邀請 都知道如果電話來做就不太清楚 親自去數碼講很多人不願意 所以根本它的生意很難開展大家都明白 立法會要這麼高調介入去查一個商業的倒閉事件 我認為是不適合的 葉九謙議員 多謝主席 對於整個專責委員會 它就我們一個大眾關心 或者我們社會上面 一個很關注的事情 這個我們立法會過往都有做過 但是要用到這個專責委員會 我的感覺和葉劉淑儀議員都大致相同 一個是我們立法會一個 就是用核彈 就是一個上方保健 我們自己本身一定要很審慎地運用 如果不是來說 在我們現有的過往的經驗 大家都知道 這個不是隨隨便便 或者有一點點認為有人覺得要做就可以做 我覺得這個真的不能夠這樣 所以民建聯在這方面 一直都有一個很審慎的態度 對於要不要成立選擇委員會 對於現時提出要就這件事 成立一個選擇委員會 去調查有關香港數碼 廣播有限公司 停止廣播服務的事 民建聯都是持有一個態度 我們看到現時有關的資料或者情況 民建聯認為是不適合的 所以民建聯是不會同意 主要到現時 只有一句說話 或者他們自己股東之間的一個資金 或者收購與放盤等等這些問題 就已經作為在這個前提上 就說要進行調查 我覺得理據不足 再加上這個 是一個傳媒的機構 我們認為如果要介入傳媒本身的運作 更加在我們作為立法會 在這個角度上更加不適合 所以民建聯是會不同意 至於更加詳細的討論 我相信 今天都不是一個場合 因為照我的經驗 一定會繼續在另一個大會上 大家也會有頗多的這方面的討論 我們在這方面表達了民建聯的看法 多謝主席 陳志全議員 今次DBC事件疑點重重 很多同事都有說過 但我覺得最大最大的疑點 就是我們特區政府的冷處理 甚至是不處理 開口埋口都說商業糾紛 或者是股東之間的內部糾紛 問他就說政府沒有角色 沒有疑點 我想一般有常識的市民都覺得 今次的事件是疑點重重 就是我們的特區政府說沒有疑點 這個才是最大的疑點 其實你看到在ITB裏面 蘇局長說什麼 他說大班拿餅帶的節錄給他聽 聽完他覺得沒有問題 這個就是最大的問題 聽完應該要問他拿一個全版本聽 為什麼沒有問他拿一個全版本聽的呢 我們現在有很多疑點 譬如說是否中聯辦干預 如果我們現在說是或者不是 其實都是不公道的 但是也有人懷疑 特區政府都有一個角色 是同謀的角色 我們可以說是陰謀論 但是是還是不是呢 現在是沒有辦法還真相的 所以我贊成召開特別委員會 因為如果我們作為議員 是坐視不理 最好就不用做了 如果大家繞著手說沒有疑點 另一轉頭看都不看 那又早下班早下班 但是明明見到這麼多疑點 其實都要還特區政府 還中聯辦公道的 如果不去還這個公道 我覺得是不應該的 所以我是絕對支持今次 要召開這個特別委員會的 多謝 好的 有沒有其他同事有意見 陳偉業議員 主席在資訊科技委員會提的動議 是我提出的 我提出的動議其實我是沒有結論的 即是較為中性 覺得要調查 因為那個指控是極為嚴重 還有有關方面 即是包括提出指控的 陳經漢因為基於法庭的禁制令 是令他不可以繼續 就回那個指控 中聯辦干預導致DBC要關閉 或者是停播那個問題 第二也都被指控那方面 包括黃先生和中聯辦 也都沒有清楚交代和解釋 那麼政府的回應呢 是含運的 政府多次回應呢 就是指出有關人士有言論的自由 但是政府是從沒有清晰 具體否認這個指控的可能性 所以這個這麼嚴重的事情 絕對比當年立法會 成立委員會調查金賴威 是這個理據上公眾利益上問題的嚴重性 和廣泛性方面呢 絕對是有過之如無不及 有時我覺得很多議員是精神分裂的 即是就雙重標準 是吧 簡單來講其實就是政治定位 是吧 針對著他們政敵 對政敵構成損害的東西呢 就一定要查 沒有理由都要查 但是對公眾利益有關的 涉及到他們契爺那些的利益 或者涉及到他們那些主子的聲譽 契爺契哥都好 是吧 總之呢 那些呢 就一定不給查 接著就諸多推堂 用公帑的理由 金賴威的事件不用公帑啊 是吧 那所以呢 這個精神 這個精神分裂的議會 和這些的 即是雙重標準的議員呢 和這件事件是表露無遺的 那希望公眾呢 是清楚看到 這些議會議員的醜陋的面孔 好啊 那政反方面都有 同事講了了 那我們就唯有進行表決 那麼 湯家驊議員 主任我要申報呢 我 給了法律意見 給DBC的某些股東 那可能有個 潛在的利益衝突出 所以我不參與投票 王國健議員 王國健議員 聽不到 王國健議員 那個麥克風有沒有問題 現在開回來 可能那麥克風真的有問題 是啊 大舊兄好像 金賴威事件沒有用P&P的好像 那 我想回應一下 就剛才莫乃江議員說 他主張那些 就是要查的人呢 就傳電郵給我們 其實我收到幾封信的 不過奇怪的 就是同一格式的 由印出來 然後上面就找一支筆寫的名字 來的 不知道哪個印出來 叫些人簽名來 當然我們就會是 我們不是辯論 你講講你的意 不是 我當然有自己的意見 幫我回應一下 我們當然會有自己的意見 就是無論我們收到誰的意見反應 我們有自己的判斷 工聯會在這個問題上面 我們始終是認為 是 有些東西 社會上 很多東西都有疑點的 但是每一樣東西都要 立法會來充當 法庭啊 充當一個仲裁者 而且還有一件 就是 我相信禁制令 不是永遠都存在的 如果要查 譬如說 他那個委員會 等個禁制令完了 等個官司完了 完全可以查的 未必一定要 這麼急用P&P 當然大家都知道 今天 只不過我們現在在談 就是 內會 會不會承擔這個責任 定了之後 我相信也會有同事 之後 自己可以直接去大會 提這個要求的 好 工聯會 不支持 今天在內會 這個要求 好 我想我們 有沒有議員要求 記名 表決 黃碧雲議員 我想發言的 行不行 好 主席 我很同意 剛才 很多議員所提 這件事 不是關乎 一間普通的 一個商業的決定 因為現在涉及一個 幾嚴重的指控 剛才也有同事提出 就是說 如果這個不是一個 純粹商業的決定 執了一間公司 而是一個 指控 就是說 中聯辦 又或者特區政府 有沒有人在當中 是整死的一個電台 以至達到消音的效果 這個是關乎公眾利益 所以呢 我們昨天也見過特首 我們問過這麼多次 你作為香港的特首 其實是否真的會 決心維護香港的核心價值呢 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 廣播自由 絕對是關乎香港核心價值 也是民主政治制度 一個最根本的基礎來的 所以我很遺憾 有些建制派的議員 就是把這件事看得這麼輕 如果這件事真的這麼輕 就不會有那麼多人在這裡絕食 我都很晚放工 這陣子你們經常加班 十二點在下面 很冷了現在 還有人絕食 為甚麼呢 是不是真的為了沒有那份工呢 還有很多人來晚上聽這個電台 所以我希望主席和各位同事 還特區政府一個清白 還中聯辦一個清白 如果真的不關他們的事 我覺得公眾是很想知道 究竟我們會不會是因為 一個政治的理由 是令到數碼廣播電台 是要結束的 多謝主席 何秀蘭議員 就是要求記名表決的 表決現在中聲會響起五分鐘 我們響鐘 吳亮星議員 可不可以再發言 你可以發言 但是我覺得大家 我想一個問題要問的 好 你說一下吳亮星議員 我想我看第十一段的文件裡面說到 剛才也有同事提及過的 就是說有一個訴訟在進行的 所以我就想看看法律意見 這個訴訟和我們現在再成立一些東西 在早於它的審判之前 如果很多出來的話 是不是會造成一些問題 會不會影響 會不會影響 所謂雙方有關的證人 他如果在未曾有法庭開庭之前 所說的話 會不會影響到 所謂司法公正等等 法律庫文 主席 按過往的立法會 在這方面工作的經驗 如果碰到類似的情況 是可以在程序上作恰當的安排 避免抵觸到議事規則 第四十一條 關於發言可能 防害在法庭代決案件 謝謝主席 我想不要再說了 你不用提供資料的 訴訟啦 有些常識啦大佬 不要緊的 行了 我響五分鐘鐘聲好嗎 我們表決是不是 支持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的建議 由立法會委任專責委員會 以調查有關香港數碼 廣播有限公司 停止廣播服務事宜 主席 主席 民主委員會議員務ippy 雅 Kurz�議員 主席 存在公司空軍域 Algun千萬prov 法定人數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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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人數不足